主席 主席後面請文化部 請許次長 部長 處長 我想這個 中國的文化統戰可以說 現在在台灣已經是無所不在了 你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 兩岸的交流是一個趨勢 我說統戰 中國的文化在對台的一個統戰 已經到了一個無所不在的程度 你同不同意我的說法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你不同意 那你代表您沒有警戒性 代表您當為中華民國文化部的關聯 事實上你沒有辦法真正的去了解 去體認去防止 我想從中國的歷史記 不管是我們看到的什麼 雍正王朝 大清帝國 到現在巴連黨的這些熱門的所有的聯繫師 是不是都中國打的 是不是 沒有錯吧 蛤 你知道現在中式的八點檔現在在演什麼嗎 蛤 不是很清楚 蛤 大太監 華式的八點檔現在演什麼 你知道吧 蛤 心環之格格 你怎麼都不知道 怎麼那麼 蛤 你也要 文化部沒有人來嗎 你什麼都不知道 蛤 這兩部都是中國拍攝的 你知道吧 蛤 蛤 現在最熱門的是哪一部 蛤 後宮 真環傳 沒有錯吧 沒有錯齁 我 我聽說啦齁 聽說什麼這個 後宮真環傳 還是什麼 步步精心 齁 所以連 連重播的這個收視率 都比現在 我們台灣拍攝的時候 八點檔都還要高 你知不知道 你了不了解 呃 實際上我們台灣自己拍的偶像的連續劇 實際上收視率也 也有幾部是蠻不錯的 我現在在講嘛 我現在針對問題在講 我們答覆問題嘛 我現在問題說 你怎麼知道說 現在 中國拍的這些連續劇 是台灣在播的 連重播的收視率 都比現在台灣 現在拍攝的這些 八點檔 的收視率都還要高 你知不知道啦 等一下 就您提到那部的電視劇 蛤 所以您剛剛提到這個 後宮這部連續劇而已 我我我我我只是要告訴你 就是說 八點檔齁 現在是台灣 這個 電視台最主要的一個 這個 重點節目 但是到現在為止齁 等於這個 等於都是中國齁 的這個連續劇已經 完全 戰績了齁 那現在 等於台灣的一個演藝人員 都已經通往中國了齁 那變成是一個 七世齁 變成是 所以現在 現在很多的明星啊 啊 現在都把中國都講 內地內地啊 所以講的 現在來台灣 之後 大家也覺得齁 明星都講內地了啊 所以不自覺的跟他們 都是一樣啊 都認為就是 中國就是 就是內地啊 那變成這個觀念啊 中國跟誰 跟這個這個這個 台灣啊 好像是一個 國家 這一個觀念是慢慢 形成的齁 所以你們到 現在為止好像 似乎 你們都沒有去做 這一個 雙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防備啊 對不對 啊 那我要 我要問你啦齁 你現在到今天為止 這個 這個中國 目前 有那麼多的 這個台灣的這種 演員在中國 這個 拍片 演戲 那 我們 我們 台灣齁 目前 啊 那麼多都沒有 這個機會給我們的演員 好像我們所有的演員都會到中國去不可 這個 文化部到現在為止 難道都 述所無策嗎 呃 跟委員報告 實際上在 電視局這部分 在我們 我們今天有 今天有編的這種 HT高耀值的電視補助呢 我們 有編的 三億多 是希望能夠補助 國內的 業界呢 能夠拍 高品質高畫質的一個 所謂的 我們台灣本身的電視局 我們有補助了 有經費補助 市長 我只是要告訴你啦齁 這個 中國的這個 不管是他的 這個 聯繫記啦 影記啦 甚至於他的一些 活動啦 現在都已經 入侵到台灣 慢慢的都在灌輸 台灣人齁 那麼 中國跟台灣 變成是一個 國家的一個 概念齁 這種 中國文化 對台灣的這種 霸凌動作 事實上你們都應該要去防患的啦 對不對 過去在美國 美國的文化在霸凌全球 也是一樣啦 對不對 他們 流行業啊 他們的影視啊 對不對 包括他們的生活飲食啊 像麥當勞啊 大賣場啊 慢慢的變成是一個 世界的一個潮流以後 現在很多人都是從美國的觀點在看 看全球啊 那以後慢慢的一樣啊 現在 中國是慢慢的 所謂影視啊 這個 這個各方面 包括他的生活啊 一直把我們住心到台灣來的話 慢慢慢慢的 會變成是影響我們台灣的一個思維啊 從中國再看我們台灣的問題啊 現在 包括這個媒體都一樣啊 都要被中國控制啦 文化這個層次是非常重要的 它會是不知解的啊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必須 在文化部上 你們是應該要好好去審查的啊 所以今天你們 我們在談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中國榜這個活動 事實上 他也是 也是用那種 軟性的一個 一個方式 到了台灣來 然後在整個 過程中 他還是不斷的在 在闡述所謂的 中國內地 這種台灣跟中國 是一個國家的概念 這是我們不容容喜的啊 難道你們都不知道嗎 難道你們還要用這種所謂的 這個 這個所謂 這個文化交流來包裝 現在他們要所謂進行的 中國文化的一個 統戰目的嗎 難道你們都真的都可以這樣講嗎 沒有 跟委員報告 實上您剛剛提到那個 中科榜這個活動 實上 我想 政府的相關單位都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 對這個活動呢 我們在 移民署這邊 有邀請相關的單位 對這個議題呢 有 有討論過 所以後來呢 他整個的型態 變成是一個 演唱 而不是一個頒獎的活動 但事實上 社會對 中國網的這個活動 批評很多 我想你也很知道 黨屬人家就一直希望 為什麼一定會到台灣來 來辦不可 明明知道他們是以中國 這個 這個大中國主義的一個立場 啊 那麼要來涵鎬台灣 是他們的一個 一部分 這是很清楚的一個概念嘛 今天不是我們同不同意這個活動嘛 這不是一個文化的一個交流嘛 那站在一個 國家的一個主權的立場上 我們真的是應該要好好的去 去去去去去防疫嘛 那今天 今天 今天你們這樣子 讓社會 無形中 蛤 不覺得 已經 被中國文化霸凌了嗎 蛤 我想 這是這個這個 對這個案子呢 我想 政府的相關部會呢 其實上都有 我們有開會 那實際上對這個議題呢 我也非常重視呢 也不希望做這個事情再發生 好 王志偉 來 請王志偉 好 王志偉你同不同意我剛剛講的 現在 台灣中國 中國對台灣 不管是在 政治經濟文化上 他不斷的 在進行統戰 尤其像過去所謂的這個經濟 ECFA 所以ECFA簽訂以後 好 就可以 我們的這個 台灣的一個經濟 就可以跟世界 連結了 齁 但是到今天為止呢 我們退讓啦 我們有沒有看到我們 跟台灣 跟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 有所謂 簽訂FTA啊 我想大陸在這個文化統戰方面 他們是有做很多的嘗試 他們的政策上齁 也是有往那方做 不過問題是他們這邊的成效 事實上會有問題 最主要是因為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環境 它 要怎麼樣統戰齁 它的環境只要沒有辦法跟我們一樣的時候 其實都不用太擔心了 所以不要 不要太樂觀齁 文化這一種 統戰齁 是會不自覺的 齁 這個 慢慢的齁 是會被 洗腦的齁 我想 你要很清楚齁 現在的 年輕人齁 事實上像 中國 護照 把日 把日月潭這些景點 納入他們的護照 好像只有 我們立法院在 在發生啊 啊 你們都不 你們都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一般的年輕人 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不能這樣講 我們是非常嚴重的來看待 我只是告訴你 我只是提醒你 我只是提醒你 這個議題已經在這裡講過很好 你怎麼說都是你自己在說 事實上 台灣人不覺得 台灣人不覺得 中國護照 把我們台灣的景點放出以後 台灣政府有任何一個 這個比較激烈的一個抗議動作 事實上是沒有感受到的 但我今天只是要告訴你 如果說我們現在很多事情都不自覺 那我們會慢慢的 是被控制的 我想 現在的不只是政治經濟 我們都很清楚 馬政府的立場 先經後正 但是現在的事實 政治經濟已經 跟台灣 跟中國已經簽定 ECFA 文化現在他們一步一步的入侵 現在可以說 中國文化在霸凌台灣 我想 這已經很清楚 如果說我們現在 沒有限制的一直在開放的話 對台灣的整個 這個台灣人民 會慢慢的經過 文化的這種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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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洗禮會 會改變的 我們這個是一定要 要提醒你 你不要跟我變 因為這不是沒有什麼好變的 我是在提醒你 謝謝 我只是在提醒你 告訴你 未來台灣會變成這樣 我們不希望 我們不斷的在退讓 我們都不斷 包括我們的經濟不斷的在退讓 得到了什麼 他得到了什麼 我們這個 這個中國明明告訴你 一個中國的原則 一個中國的概念 他才同意 這個 這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跟台灣進行所謂經貿的一個關係 這不代表 這不代表 他還是在堅持一個中國 我們說什麼 簽定ECFA 就可以 就可以跟世界 這個簽定FTA 這完全是騙台灣人民的 我們都已經在退了 得到什麼 我們的主權的概念也退了 我們得到什麼 我們跟美國說什麼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哈 美牛進口 這個就會跟我們 這個簽定ECFA 有沒有 我們也退了 得到什麼 現在文化的問題 文化這個層次是更嚴重的 所以您身為陸委會的主委 你要 要非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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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的立場 來 替台灣人民 來把關 我們不希望 像 這個 這個美國文化 這個 霸凌全球 跟文報告 我想這一點 我要特別提醒你 文教交流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不只是他們想影響我們 我們也想影響中國大陸 因為我們影響他們之後 我們的一些軟實力 我們自由民主的觀念 都可以慢慢潛移默化去影響他們 所以這是雙向 不只他想影響我們 我們也想影響他們 所以其實在這交流過程中 是會產生一些效果的 我不認為他現在是在交流嘛 我認為現在是在文化統戰嘛 那現在我不瞭解 你們今天的一個 你們今天的報告內容 你們講的 不管是流行的 或是藝術人才 到了中國所謂的這個文化交流 影響到中國是什麼嘛 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在所有的 不管是影響生活 包括媒體 現在中國已經慢慢的 已經開始入侵嘛 甚至已經控制台灣了嘛 那對我們來講是 非常嚴重的一個後果嘛 我們只是要告訴你 要提醒你 尤其在文化程序上 我們更希望你們能夠好好的把關 好不好 謝謝委員提醒